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三方面 一个九二共事已经活回来了 它同时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国家统一迈向国家统一的一个政治的基础 这是我们常常在讲 第二点呢我认为说 马银九这次去 可以更明确的让我们了解到 紧速的恢复两岸的交流跟对话是非常重要 也是符合我们台湾民众的一个需求的 民进它透过什么反渗透法什么疫情管控 用这些手段它在两岸制造一些寒蝉效应 让大家不敢去也不敢问 那么而马银九这次就突破了这一点 第三点是特别强调青年交流的重要性 青年交流青年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希望 所以青年的交流这脚步更要加快 尤其是现在青年在台湾受到去中国化 需要的台独受到台独克刚的这些影响 所以更需要年轻人能够了解 今天我们跟大陆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大陆的发展是怎么样的状况